嗯 我跟你講你交代好的女朋友 真的整個人生又向上 納豆入圍金鐘 而少主持人 不被女友搖公 是我的功勞 因為大家都知道 她的口罩是膽子 現在知道 納豆和網紅空姐 幫你合作新節目 我這麼可愛 她在這之前認識 狗哥 對她的印象 小時候在電視上看 小時候 真的啦 盡量能看都看完 然後有一點愛上她這樣 昨天知道金鐘入圍 然後今天又要開個新的節目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多好事情 一直在發生 納豆主持的身處塞恩師 雙六入圍金鐘五六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 及兒童少年節目獎 她這次入圍金鐘 你也有什麼大名 我跟你講 她真的這樣子 跟我想她說 嗯 我跟你講 你交代好的女朋友 之後你整個人生又向上 所以這樣這樣 這不是我的功勞 我說對對 這是你的功勞 很可愛啊 她說你看你之前 比較不容易被罵 你現在就比較不會被罵 製作人跟我講說 突然開始找我主持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其他人說 誒她確定她可以嗎 什麼 她是力挺我 你覺得得獎的機率高嗎 他們真的花時間也好 心力也好 是真的是 第一次嚇到 因為我們習慣在商業電視台做節目 然後反正去旁邊做節目的時候 啊 你們錄這麼慢喔 後來發覺 誒 有些東西或許就是要 細火慢燉才可以出來 你說得獎機率大不大 我當然希望節目得獎 主持人就希望 就看緣分 哥哥你現在是手上六個節目 八個 那你有休息的時間嗎 有啊就比較少啊 因為我有的節目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課 大家以為我錄完你就回家 後來回家我還要看很多的功課啊 因為比如說我要訪一個演員 那我要看四十個小時你的節目 你的戲劇 基於說是這樣苦幹實幹的 洗澡也在看啊 然後睡前也是在看 所以八個節目收入有比去年 因為錢還沒下來啊 所以不知道 但是應該會吧 而且我們前面兩個半月沒有收入耶 兩個半月都沒有工作啊 怎麼會沒受影響 有受影響 是現在慢慢陸續續開回來 平白要幫你啊 那麼多工作 對啊 他好像看起來不是很缺工作的那種 他看起來不缺錢 對他看起來不缺錢 他這種優雅的那種生活 你不是太苦了吧 你不是很可憐 他很讓他 好好 principalmente 還不玩 嘩 不可能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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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